哈喽 大家好 我是草仙 这个是九皇 今天这个视频主要是给大家听一下我最近用的这个音乐的家常版 然后六狗的过程就元素不变 这首动感十足 节奏性很强的音乐名字叫The Last World With You 听里面的歌词好像是一首越南的低阶 没有找到正式出版的地方 趁着有WiFi把这一段上传上去 这应该是我在这边最后一次楼梯上的六狗 后面每天的生活基本上就是骑车 找地方搭帐篷 做饭这些了 当然路风景也是非常多了 我觉得九皇之所以喜欢坐摩托车的原因是 因为我可以带着他走遍大江南北 然后四处坐标记 这辈子像他这么一条脱口 能够走遍这么多地方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不管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我们只需要尽情的享受这美好的过程就可以了 目的永远不是目的 因为流量不够用 所以后期以中视频为主 碰到有WiFi的地方还是会开直播的 住了这个地方的这楼梯也不知被我怕了多少遍的 现在的九皇对这里也是非常的熟悉 闭着眼睛都能够找到下楼的地方 不管在哪里我们都要时刻保持学习和探索的状态 你看九皇在这里就学会了怎么爬树 我也是在自己的旅途上面学会了很多很多东西 人生经历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积累的 经常有人私信给我 问一些关于旅行上的事情 比如说你的钱从马里来 路上危不危险 出国不会说英语怎么办 其实这些都不是问题 问题是你能不能跟着自己的内心去走 只要坚持你都会成功的 你看我就成功了变成了一个流浪汉 不管结果是怎么样 至少自己成为了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说了这么多我要表达的意思 其实也很简单 生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容易的 干就完了 让我们听着这个带劲的音乐 跟着九皇先溜一段吧 现在到了别人门口的花台这里 你看九皇多有爱心 他在跟这些花是非呢 九皇现在每天叼这个自拍都拍摄影吧 都不愿意松口了 就像评论区有些人说 每天不看狗子自拍都难受一样 好了 我得把他的这个自拍杆抢过来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吧 各位路上见 拜拜